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来继续进行我们的资料视觉化数据分析工具应用 那我们要先从重新下载 我已经做完资料清理的范例 来跟你们分享后面的内容 那顺便我等一下给你们打开档案的时候 我也会告诉你们数据清理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你会发现右边那些操作步骤是一堆的 好 那首先就要请你跟着我一起来去做范例的下载 一起跟我来去做这个范例下载 第一件事情我们就要先打开Chrome浏览器 我先关掉一些画面 好 然后接下来麻烦请到我写在白板上面那个网址 我们先去下载范例 所以请打开Chrome浏览器之后请输入 https 冒号斜线 斜线 斜线 go.gr 斜线 1 t z r x t 然后请注意 r 要大写 t 也要大写 然后接下来请在这个范例下载 这个Power BI资料视觉化数据分析工具应用 范例下载 请点选这个范例下载 我要请你们下载的是这一个档案 这个是资料已经做好资料清理 好 请点它 其实我现在做的资料清理 也因为我本身我就已经没办法拿到那个完整的资料 举例来说亚洲 假设亚洲有80个国家 好 可是 对不起 亚洲我也不知道有多少国家 假设有40个国家 我可能只能拿到具有代表性的 二三十个国家 这样理解我的意思吗 好 那所以我只是要告诉你们说 这叫主要进口依赖国的分析 这样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在做一些资料分析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可能只先看主要 主要 举例来说疫情期间哪几种主要的病患 是我们应该要特别关注的 举例来说是不是呼吸道感染的病患 对不对 好 还有有慢性病的病患 还有像例如说有接触时的病患 可以吗 疑似感染的病患 对吧 好 那我们先来去观看一下这个资料视觉化分析 然后今天日期 来 请点下载 好了 下载完毕之后 它一样是一个压缩档 这些视窗就都可以关掉了 刚刚忘记跟你们讲说 这个影片连结就是早上 早上我们从9点10分开始 你们都知道进到好市多里面非常容易冲动性消费 但是你们可能不知道 好市多从2点10分开始 这个麻烦请你们 麻烦请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进入 就是观看影片的时候 也麻烦请给我鼓励一下 好吗 就是在这个地方点一下我喜欢 好 我真的要跟各位讲一下 我真的没有时间去回复很多问题 所以我就只好做一些加密的动作 好 那我接下来我要请你们先做解密 好 好 来麻烦请打开档案总管下载 然后请把 请把这个档案解压缩 一样解压缩字尺 就用7Z就可以了 7Z 7ZIP 然后请输入密码 密码在白板上